外面还有三个叉 就这三个叉的作用呢 就是如果要是这些食物和带铁的食物放在一起吃 可能会发生作用 对补铁的效果不太好 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都有哪些食物 OK 最简单的我们看看这个 咖啡 咖啡呢是影响铁吸收的 然后的话呢我们再看一看 这儿呢 茶也是啊 是铁 茶 茶是不是因为它铁性的 对呀 铁在碱性环境下怎么 变成了三架的铁 对不吸收 变成高铁的不吸收 然后呢只有在酸性环境下才好 这个这两个就影响铁的吸收 对其他的可能影响不是太大 那这个里头 奶油啊巧克力啊 它可能对铁呢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在这个其实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不是特别 剩下其他的明显的干扰都不太明显 我要隐身一下 就是当缺帖的时候啊 孩子会出现异试 异试 什么叫异试啊 就是他小嗜好的东西和别人明显的不一样 比如说他爱吃土块 他爱吃墙皮 啊 哎 他就是 他就自己 好养活 那个味道好吗 他就特殊的吃那些别人不能吃的东西 就叫异试 有吃树皮什么的 对 就是吃 要就是对呀 他就专门剪那个煤块吃 然后就把那沙子要往嘴里吃 这个就是严重缺帖的孩子 他会出现异试 这个像时候就是那样的编绑 然后我知道那是妥 然后我就拿玩玩玩玩 然后就就就手也脏了 然后就想尝试一下 这个是什么味道 你只是太太阳了 尝了之后你会整天想尝吗 没有整天想尝 但是我还是会再尝一下